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嗯 我最近是不是瘦了呀 我怎么感觉离方向盘这么远呢 不行 我得把座位往前挑一挑 等一下 亮天姐姐 你这样也离得太近了 万一开车遇到突发情况 很可能有危险的 你看这个视频里 虽然这辆车被砸了 但司机没有受到重伤 据说就是因为和方向盘保留了一定的空间 才得以躲避的 啊 可是视频中那个事故好像挺严重的 就这么点空间 真的能保命吗 来看看求证记者的实验吧 最近 这样一段网络视频疯传 事情发生在福建建设室 进入视频显示 一辆专有集装箱的大货车在拐弯时 会躲避一辆白色小车 车身失控侧翻 集装箱不拼不倚地压在了准备左转的黑色小车上 被压的黑色小车驾驶员最终竟然毫发无损 原来驾驶员自己透露 生死时刻 他做了一个宝贵的动作 这个集装箱要导物化避免 这个中间也差不多有一秒的时间 那一秒就让我们脚往前伸 然后这个脑袋切了这个座椅 当时压下去以后 这个脑袋就是卡在里边 一点都不动 双腿向前减量平身 头部紧贴座椅靠背 驾驶员就是靠这个动作奇迹生还 那么这样的动作真的有用吗 60 北京警察学院副院长 汽车特主培训中心副主任 这个方法一定是有效的 因为事故后的结果也说明了 这个方法是有效的 那么当我们在路上遇到 从上面有一些重物要砸下来的时候 作为我们车内的人员 最好要往车下方躲避 这样给自己上空留出更大的空间 因为重物从上面砸下来的时候 我们越往下躲 这样的话呢 越能够最大限度的保证我们的安全 最大限度的给我们流出生命的空间 专家介绍 驾驶员自救的动作固然有效 但是之所以能够得救 其实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细节 就是驾驶座保持了足够安全的距离 这是它获救的前提 它之所以能够幸免于耐 是因为它有一个正确座椅 前后距离和靠地平角调节的方法 不管它有意还是无意 它这样做给自己 留出了一个逃生的空间 驾驶座留足安全距离 身体尽可能地躲向车辆下方 发生过去侧翻交通事故时 真的能帮我们减少伤害吗 我们马上进行实验 到底能不能减少伤害 还得靠实验说话 我们准备了一个小型直装箱 里面放置了两吨的铁块 用来模拟大型货物直装箱 同时这边放置了一个小车 在正复驾驶员位 分别放置了一个成年的摩托甲人 第一次实验 留给摩托甲人的安全空间并不多 并且座椅90度 接下来我们会将集装箱压向小车 准备 为了模拟真实情况 我们用一辆小型货车 装载了两个多个集装箱 然后用吊车把集装箱 送至小车正上方105左右的高度 实验开始后 两个重的集装箱将自由落体 砸在小车上 模拟确实中 集装箱错分压点的情况 这个时候坐在小车前排的两名假装模特 会遭遇怎样的危险呢 准备 三 二 一 开始 好 掉起来了 大概就是事发的 集装箱的高度 现在正在往小车的方向移动 已经在小车上方了 马上就要自由落体了 准备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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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里发生了严重的形变 来看一下 整个车的上半部分都已经凹陷下去了 我们把集装箱挪开看一下 来 升 profile 由于巨大的冲击力 整个小车的上半部分都已经被压平了 我们掉下来一些看到 摩托甲人的头部和颈部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但是有两个细节值得注意 那就是胸部以下好像受伤不明显 另外一个就是在冲柱附近 形成了两个相对安全的空腔 如果在这个时候 我们能够把身体压低一点 并且头部偏向中柱 说不定还真有一线生还的希望 再试一次 通过实验发现 集中将压力的情况的确非常的危险 小车的顶部几乎无法成就这样的重量冲击 瞬间弯曲变形 由于前排座椅安全功夫较小 模拟坐姿较直 导致摩托头部直接受到严重挤压 为了进行对比 我们再进行一次实验 这一次驾驶中的模特 和副驾驶位置的模特 都保持安全姿势 留足安全距离 这一遍我们根据专家的说法 进行调整 腿部调整到90度以上 胸前留够足够的位置 背部紧贴靠背 头部偏向冲住 好 准备 三 二 一 开始 现在已经到正上方了 马上就可以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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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放 一 三 九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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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 三 六 三 三 挤压但是还是完好无损的 吊起来看一下 吊起来 集装箱撤掉以后 看了就更清楚了 副驾驶员为了摩托甲人 头顶因为有B柱的支撑 头顶还有一定的安全空间 这边的情况 就跟新闻世界很类似了 驾驶员被卡在了车顶和座椅之间 动弹不得 但是头部并没有受到严重的挤压 而且胸口的血包也没有爆开 这就说明头部和胸部 并没有受到严重的致命的伤害 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 我们要做的就是 尽可能地压低自己的身体 并且把头部靠向中柱 很有可能可以私立逃生 通过两次实验我们发现 采取防护措施后 模特头部的受伤情况明显更轻 被压后 小机车的B柱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中柱 能够提供一定的支撑力 类似于地震时 家中支撑墙附近形成的三角区 形成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 如果前排留子空间 就能够尽量压低身体 使头部靠近中柱附近安全区 来减少伤害 而且在空间充裕的情况下 模特腿部放置的气球 几乎没有爆炸 相反 第一次实验中 模特甲人腿部气球几乎全部爆裂 腿部也被紧紧地卡在了衣表盘上 这种情况不利于驾驶员的自救 事实上 日常的驾驶中 因为大货车侧翻 引发的交通事故别为皆是 而被压的小辆车人员 几乎很少有生还的限力 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 汽车前排座椅 没有流出足够的安全距离 就在厦门发生的这期惨剧 相信大家仍然记忆犹新 渔队即将举办婚礼的小夫妻 遭遇大货车侧翻 被石子掩埋 当场死亡 行车记录仪 记录下了整个过程 山东济南发生了绿色的惨剧 小辆车车上的两人当场死亡 有一些驾驶员 特别是女性驾驶员 喜欢离方向盘很近 她觉得这样操作起来比较方便 而且觉得心里比较有底儿 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腿离仪表台很近 给自己留出的安全空间很小 那么你现在向下 这个腿会顶在仪表台上 那么你在向侧方躲避的时候 这个空间也会受到影响 如果说座椅下方的空间 比较大的话 我们向下可以尽可能的往下 来移动我们的身体 也可以向侧方来移动我们的身体 那么怎么判断 驾驶座的距离是否是安全距离呢 我们所说的国际标准就是 当你把刹车踏板完全踩到底 这个时候你这个腿这个弯曲度应当大于90度 不能等于或者小于90度 同时呢 调整靠背 靠背的行脚以我们双手前身 双手的手腕和方向盘的上沿 基本上能够达到平行 既可以把方向盘操控到最大角度 又能够保证我们的胸部 距方向盘的气囊有最大的安全距离 同时呢 也给我们侧方留出了空间 这样的话呢 既可以保证正常驾驶 又能够保证遇到危险和突发情况的时候 我们有躲避的空间 除此之外 保持安全距离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 就是发生事故时 避免被自己车上的安全气囊误伤 因为安全气囊呢 对于我们来说 它一旦爆出来 它的最大的直径是25厘米 所以我们应当 距这个气囊的出口 在25厘米以外 这个范围 这样才是安全的 否则的话 一旦遇到类似的危险情况 我们在躲闪的时候 可能就无处藏身 怎么样 您记住了吗 再来回顾一下 驾驶汽车时 驾驶员将刹车踩到底 腿部角度乘90度以上 就是驾驶座的安全距离 调节座椅靠边的方法是 背靠座椅靠背时 守望以方向盘前沿平行 这样就能保持身体的自由移动 也能留足与安全气囊之间的距离 发生危险时 尽量加低身体 头部靠近汽车中处附近躲避 能尽可能地陷入伤害 我们最近好多去体检的同事都发现 甲状腺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什么甲抗了 甲减了 甲状腺了什么的 搞得我现在照镜子都觉得自己脖子比以前粗了一圈 梁天姐姐 我简单帮你做个检查看一看 梁天姐姐 你的甲状腺目前长度 宽度 重量都属于正常范围 没有出现异常 但是我的数据库告诉我 最近几年 中国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和甲状腺节节患病率都有显著增加 某些城市甲状腺癌的发病率甚至以大约30%的速度上升 啊 听起来这么严重啊 那您的甲状腺健康吗 又是什么在影响着甲状腺的健康呢 赶紧来问问求诊记者 又到了每年年终体检的时候 可是今年体检完 有不少同事发现自己和身边的人都有了甲状腺节节 这甲状腺节节到底是一种什么病 它的发病率真的是逐年上升吗 想要了解这些 我们首先得知道甲状腺是什么 甲状腺呢位于我们的颈部颈前方 它主要的功能呢就是分离一些甲状腺的激素 这些激素对我们的生长发育 对我们的新陈代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甲状腺激素过多或缺乏多分引起体内的代谢异常 造成甲抗 甲解 甲状腺节节等甲状腺疾病 甲状腺节节是指在甲状腺内的肿块 可随推院动作随甲状腺而上下移动 是临床常见的病症 在中南大学西亚医院的健康管理中心 每天都会有近千人进行体检 我印象比较深的 我有一天连续做了29个甲状腺 其中27个是医常 根据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会进行的 社区居民甲状腺疾病流行病学调查 结果显示甲状腺疾病的发病率急速攀升 十年间发病率增加了三倍多 甲状腺疾病的患病率是18.6% 患者超过了一亿 我们看到的结局一类位多 所以不一定是说我们真的长了那么多的结局 而是原来那些我们看不见的 现在我们全看见 技术发起了很大的作用 专家介绍 近年来甲状腺疾病率确实有所上升 这即使发病率增加的原因 也是因为检查技术进步的原因 那么甲状腺疾病又是什么原因 诱发的呢 我们先来听听患者们的说法 工作量到每天晚上熬夜到两三点钟 喜欢吃盐大一点的东西 手机不铃声 晚上的话呢就是逛逛淘宝啊 一逛就是逛到三四点 接触放弃性的毒物啊 或者是接触有毒有害的物质啊 或者有缺点啊 或者点多多啊 所以还是有一定的因素的影响 专家介绍导致甲状腺疾结发生的因素很多 经常熬夜 压力过大 长期接触辐射环境 身体缺点或者摄入点锅量都会有影响 而有相关调查指出 甲状腺疾患病率在交通运输人员和线门传播人员中最高 机关人员 渔民 农民 教师和医务人员居中 总体来说 竞争性强 精神经常处于紧张状的职业人群 更容易患有甲状腺疾结 而这些职业中 女性的发病率则更高 女性和男性的甲状腺疾结减出率之比是四比一 由于女性激动在这里面 还是起很重要的作用 再有一个认为是反应分娩 这个也会有影响 所以女的会多 那么甲状腺疾结对人体有什么影响呢 结结发现多数都是小于一公分的 那对它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影响 但是如果说这个结结长了四公分以上 那么可能就会造成气管 食管 喉范神经和血管的压迫 还不说清晏困难啊 声音嘶哑啊 呼吸困难 专家也表示 虽然结结出现的概率变大 但大部分是良性的 不用恐慌 应该说有90%到95%都是良性的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避免甲状腺疾结的发生呢 第一个 科学适量的补点 根据我国实际 每人每天点盐不要超过6克 发现是一咖啡少的量 第二个 减少质甲状腺的污染污 现在的研究已经发现有一般有十多种物质 可以引起甲状腺的毛病 影响甲状腺激素缩成 或者是导致甲状腺疾性免疫的炎症 去年9月 长州外国医学院 一位3000的新校区附近有化学和农药污染源 导致71名学生在医院体现时发现有甲状腺疾结 第三呢 适当的控制体重 减少吸烟这些 求论到这里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档 甲状腺疾结的发病率确实优素上升 但这也跟现在先进的检查技术有关 保持良好的作息和饮食习惯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甲状腺疾结的发生 处诊法只能发现大于一公分明显的甲状腺疾结 最好的检查方法还是在医院进行超声检查 你看今天出来我们动一动 是不是就很舒服啊 乔乔 良天姐姐 今天长沙的空气污染指数超过了110 属于轻度污染 我建议你戴上口罩再散步 嗯 其实我拿口罩了 但是我嫌闷所以就没有戴上 良天姐姐 按照这个月开始实施的异常防护型口罩 其实不会干 你用的口罩很可能不合格哟 我们还是跟着求证记者一起去了解一下 如何根据这个最新的国家标准来选择有用的口罩吧 这个东西就没办法科学检验 但是至少有一个心理安慰啊 我觉得没什么用 没啥带用 喜欢戴着口罩 还挺贵的 因为这个就是你戴一次就肯定是不能戴了嘛 不少人认为 雾买天戴口罩更多的是心理安慰 口罩真实的防卖效果并不了解 甚至认为可能没有用 真的是这样吗 我现在手中呢 是我各处明察安防买来的口罩 我们现在呢 是在国家劳保用品质检中心 我们一起去检验一下这些口罩 刘基 国家劳等保护用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副研究员 我们怎么知道口罩它到底有没有作用呢 那么我们就需要测试一下它的防护效果 这个透明的玻璃房子 就是用来测试口罩防护效果的实验仓 这个假人是就做实验用的吗 是根据我们的国家标准 中国成年人有一个头部的尺寸模型 后边是实际上是有一台人风肺的 就是要模拟人的正常一个呼吸 那这里面的雾霾是怎么制造的呢 雾霾测试介质主要有两种成分 所以一种是油性颗粒物 一种是银性颗粒物 当然请问一下我们就用这种 这个就不就我们平时厨房炒菜用的油吗 对 是的 检测的话您看看 就是我们实际上是有两个管的 就一个管是检测环境里边的一个棱布 另外一个管是检测我们心肉气体里边的 那个粒物的浓度 就是一个是口罩外 一个是口罩里 这样就很简单明了地知道两个的数据 对 对 对 我们带来的五款口罩 第一款是戴呼吸法的口罩 市场价7.6元 第二款是不戴呼吸法的口罩 市场价7.8元 第三款戴简单纤维绿心的口罩 单价14元 第三款是一次性的医用口罩 0.5元 第五款是自己动手臭的口罩 成本价2元 接下来 刘博士将为我们送来的五款口罩 进行了防护效果的测试 我们的口罩能有效阻隔颗粒物吗 第五款戴简单纤维绿心的口罩 通过这个实验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产品的防护效果相当好一些 就是根据我们刚才的数据 就是根据我们刚才的数值 它大概是有90%左右 那么这一个稍微差一点 它的防护效果是在80%到85%左右 根据新国标 这两款赤盒在PM2.5浓度达到500微米每平方米 也就是严重污染的情况下使用 这一个 它的防护效果是在75%到85%之间 那么实际上它也是一个CG产品 只是它的防护效果可能会比刚才 刚才这个要稍微差一点点 这一款则适合在PM2.5浓度 小于等于250微米每平方米的时候使用 这两个口罩的防护效果比较低 大概是在50%左右 那么实际上是不满足咱们国家 日常防护型口罩的技术要求的 通过实验来看 普通的医用口罩 包括不含绿芯的棉质口罩 都无法抵入雾霾 请问到这里我们可以说 虽然市面上的口罩 还没有严格按照新国标生产分类 但是与实验中类似的 折叠式纳米纤维口罩 和带有纤维纤的口罩 还是能够达到一定等级的防护标准的 建议大家在雾霾天气 尽量佩戴 小校 科学下香机红色之旅马上就开始了 今天的下香机队伍 去到了海南五指山 我们赶紧来看看他们又做了什么有趣的实验吧 求真科学秀大家好 我是刘烨 我来到是五指山的思源实验学校 在今天的实验当中 刘烨将和五指山思源实验小学的孩子们 一起制作一个结晶彩蛋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准备好平凡 白胶 鸡蛋壳 画底刷就能和他们一起开始实验了 我们今天要做这个有趣实验叫做五彩结晶蛋 首先我先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蛋壳 那么在使用之前 我们先要把蛋壳里面的一层薄膜把它去掉 那我是已经把这个蛋壳里面的膜撕掉了 这个过程要非常的小心翼翼 因为蛋壳很容易一小心就捏碎了 第二步我们首先拿这个毛笔把这个胶给涂到蛋壳的内部 好 我们把它的这个内部都涂满了白色的胶 第三步我们就要把明帆倒进去了 大家看好了 好 来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里面就薄薄的一层粘上了明帆 我们需要把大量的明帆倒入到这个空的杯子里面 好 这么多的量差不多了 明帆遇到热水就会产生神奇的变化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明帆沉淀在下面 我们用毛笔的一头稍微的搅拌一下 既然我们这个是五彩洁净蛋 一定要有五颜六色的颜色对不对 那么这个明帆加上水以后还是透明的 首先呢我们还要往里面再滴一点色素 那我选择是蓝色的 一块的这个蛋的颜色就是蓝色的 再用这个搅拌一下 好 最后一步 我们就要把这个沾有明帆的蛋壳 扔到我们这个蓝色色素的水里面 大家一定的期待会有什么神秘的变化 会有什么化学反应会产生 对不对 对 可是呢我们这个实验呢要等到14个小时之后 才会有变化的 好 那我们贴心的编导呢 昨天晚上其实已经做好了两个五彩结晶蛋 就在我的手后面了 给大家展示一下 一个蓝色一个红色 这样看还是看得不太明显对不对 好 我们先把这个颜料给倒掉 看看蛋有什么样神奇的变化吧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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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哦 明帆 虽然形态是和水晶相似的一种结晶体 但是它其实是一种还有结晶水的硫酸钾和硫酸铝的复盐 所以当我们在热水中加入足量的明帆之后 溶液就变成了饱和溶液 当我们把用白胶沾上明帆的鸡蛋壳放入饱和溶液之后 其实就相当于一个放满了结晶壳的鸡蛋 十二个小时之后 结晶壳慢慢在蛋壳周围形成 就成了一个好看的结晶彩蛋 ET 做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节目又要结束了 是的 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问题 都可以在微博上 at新闻大求真 或者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 一切问题告诉我们 求真记者都会为您找到答案 下期再见咯 拜拜 再见